早就寻见,寇门就开门 我是Rose,我们一起读圣经历代之下 今天我们一起读历代之下的第三章 第三章有长 第三章,所罗门就开始要建造圣殿了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向他赴大魏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大魏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这开头第一句是一个很长的句子 这个很长的句子详细地交代了 要在哪里建造耶和华的殿 在哪里呀 是在耶路撒冷 这是大的耶路撒冷城 然后是耶和华向他赴大魏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那个摩利亚山上 那个耶和华向他的赴大魏显现 然后这个山上的哪呢 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也就是大魏给所罗门所指定的地方 已经给他预备好了的那个地方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那为什么在这里要详细地讲这个建殿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前面大家都已经读过 创世纪 读过这个猎王纪 那我们不应该呢 还有印象是吧 包括历代至上是吧 都有反复的写 那么这个摩利亚山 就是当初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那个山 那么当时呢 就是这个耶和华 给他预备了一只公山羊 是吧 所以呢 亚伯拉罕就管那叫做耶和华以乐 也就是说耶和华必有预备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就是那个情节 是吧 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对不对 那么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呢 在前面猎王纪啊 历代至上啊 也有讲啊 就是耶和华向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 耶和华当时为什么向大卫显现 为什么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向大卫显现 因为当时大卫犯了罪 是吧 他骄傲啊 要荣耀他自己赎点以色列人 然后耶和华呢 降法于他 是吧 然后呢 在就是在摩利亚山上 这个阿尔南的河场上 耶和华的这个 降法 与 是吧 这个灭命天使在那里 是吧 正要向耶路撒冷 是吧 这个施行审判 但是耶和华神 叫他 停住了 是吧 而那个时候也是大卫 认罪 是吧 说 要降法 降法给我吧 是吧 那就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神的惩罚 审判和神的恩典 是吧 神的赦免 与人的什么 与人的认罪悔改担当 是吧 以及 人的顺服 亚伯拉罕 现以撒 有亚伯拉罕的顺服 也有以撒的顺服 我们知道 其实当时以撒 不是一个 嗷嗷逮捕的小孩子 是吧 那个时候以撒 其实已经是一个 三十来岁的青年了 但是他就那么顺服 顺服他的父亲 他和他的父亲 顺服耶和华 但是呢 耶和华 以乐 耶和华必有预备 预备了一只公山羊 所以说这就是 这个建造圣殿的地方 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地方 他是 神的恩典 是吧 神的爱 神的预备 人的顺服 人的敬前 人的敬拜 和人的认罪 人的悔改 人的担当 和有神的公义的审判 与神的慈悲的赦免 教会的地方 来为耶和华的民建殿 所罗门奏王第四年 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 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 乃是这样 长六十轴宽 二十轴 都是按照古时的尺寸 殿前的篮子长二十轴 与殿的宽窄一样 高一百二十轴 里面贴上金金 大殿的墙 都用松木板遮蔽 又贴了金金 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 又用宝石装饰电墙 使电滑美 所用的金子 都是八瓦音的金子 又用金子贴电 和电的栋梁 门槛 墙壁 门扇 墙上雕刻 基路膊 又建造至上所 长二十轴 与电的宽窄一样 宽也是二十轴 贴上金金 共用金子六百塔莲德 金钉众五十社克勒 楼房都贴上金子 金子啊 就是表示上帝的啊 这个圣洁 是吧 上帝的啊 这个美好 是吧 荣耀啊 这个呢 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 示意图 大家注意啊 这是一个示意图啊 这就是金碧辉煌啊 那么这个圣殿的建造呢 一般呢 都认为是在主前九百六十七年 动宫啊 然后呢 到主前九百六十年 郡宫建了七年啊 然后呢 在主前五百八十七年 被毁啊 这个我们在猎王纪都已经读到 他被毁了啊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这个图结 大家可以对照着看啊 就是一呢 就是那个支圣所啊 二呢 就是那个圣所啊 三呢 就是那个楼房啊 四呢 就是那个旁屋啊 然后呢 五呢 就是啊 这个后面要提到的 那个雅金啊 六呢 就是也是后面提到的 那个波阿斯 就是两根柱子 雅金和波阿斯 两根柱子的名字 然后七呢 就是呢 殿前的这个长廊 啊 殿前的那个狼子 这个七啊 殿前那个狼子 啊 然后呢 八呢 就是那个铜坛啊 九呢 就是那个啊 铜台啊 十呢 就是这个内院啊 十一呢 就是那个铜海 十二呢 就是那个盆坐啊 然后十三呢 就是那个厢房的那个入口啊 十四呢 就是那个周围的啊 那些房屋啊 周围的那些房屋 那么这个是呢 这个建造的这个圣殿的一个示意图啊 这是一个示意图啊 在至圣所按照相的法子 造两个基路膊 用金子包裹 两个基路膊的翅膀 共长二十肘 这基路膊的一个翅膀 长五肘 挨着垫这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 与那基路膊 翅膀相接 那基路膊的一个翅膀长五肘 挨着垫那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 与这基路膊的翅膀相接 两个基路膊张开翅膀 共长二十肘 面向外垫而立 又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细麻制曼子 在其上绣出基路膊来 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 高三十五肘 每柱顶高五肘 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 做链子 安在柱顶上 又做一百石榴 安在链子上 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 一根在右边 一根在左边 右边的起名叫雅金 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那我们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 圣经里有时候有的 有时候的人的名字就叫雅金 是吧 或者叫波阿斯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是吧 这个 大魏的祖父 是吧 就叫波阿斯嘛 路德的丈夫 对不对啊 就叫波阿斯 什么意思呢 雅金的意思就是他将建立 波阿斯的意思就是他大有能力 那么这个基路膊是什么样子的呢 给大家看一下基路膊的示意 也是一个示意图啊 那么他这个基路膊实际上呢 是有这个两个基路膊 一个是呢 就是这个在这个约柜上面 有两个基路膊啊 这是两个小一点的基路膊 然后呢 在至上所里边呢 这是说有两个大的基路膊 然后呢 他在这个这个帽子上面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啊 织的 画的呀 就是这个基路膊的形象 那么我们看这个基路膊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两个大的基路膊 是啊 覆盖着这个约柜的啊 然后整个他们的这两个翅膀啊 这两个翅膀要是整个张开 张开呢 是和这个至圣所的宽度是一样的啊 这个呢 也是一个想象图啊 这是圣殿至圣所的艺术想象图 但是要特别注意这个这个杆呢 就是这个约柜的上面 这个杆子的位置呢 是不准确的 这个杆子的位置应该是在约柜的底部的啊 不是呢 放在那个上边的啊 那么然后这个示意图里就是还有一个这个这个大祭司是吧 在这个在在点这个这个箱啊 那么就是这个主要是这个示意图给大家看呢 就是这个约柜啊 约柜上面的基路膊还有呢 至圣所里边这两个高大的这个基路膊啊 那基路膊呢 就是啊 这个天使啊 是吧 哎 就是呢 就是呃 实行啊 这个审判的这个天使啊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至圣所是非常的神圣的 是非常的神圣的啊 那么 这一节呢 并不长啊 里边的内容实际上呢 在前面的这个猎王记啊 都已经呢 这个读过了啊 都已经出现过了 这一次就是再一次呢 强调 重点是强调 这个这个 为神所建的这个圣殿啊 这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式样 当然这些式样呢 注意啊 不是所罗门 让手下的这个将人啊 巧匠啊 你们怎样怎样怎样 也不是那些巧匠啊 他们自己想着这样这样那样 是吧 而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大位 提前啊 就是已经这个 这个绘制好了的 而大位绘制 也不是说大位自己啊 脑洞大开 想怎样 想这样 想那样 而是神 是吧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在这个历代之上里面 我们刚刚也读过的吧 上个月是吧 就是神告诉大位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而是全部都是 耶和华的预备 这个圣殿本身就是 耶和华以乐啊 就是耶和华有预备 所有这个圣殿需要的能工巧匠 需要的木头 需要的金子 银子 宝石 以及圣殿的所有的样式 全部都是神预备好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啊 说啊 这个圣殿呢 你看啊 大位父子 所罗门 是吧 他们两代人 然后集中人力物力 是吧 你看上帝啊 剥削人呢 是吧 不是上帝剥削人 这个不要理解成建造圣殿呢 是这个上帝奴役人啊 是吧 那上帝奴役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被剥削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整个的这个圣殿啊 是表示 耶和华与他的子民 他的选民 以色列人同在的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句话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像他赴大卫显现的 摩利亚山上 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 预备好了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那这个 然后呢 就在他做王的第四年 你看 他不是说 所罗门做王第一年 就开始建造的 而是在他做王的第四年的 二月初二日才开工建造 为什么要在他做王的第四年 才开始建造啊 他也要提前预备呀 是吧 要跟 要跟那个 推罗王那边联系 是吧 然后要呢 这个鼠点呢 这个所有的外邦人 要安排所有的 这个以色列的能工巧匠 是吧 各个负责各自的工作 这不是一件呢 可以轻忽马虎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啊 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 我们其实我们在就是啊 为主做工的时候 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儿戏 好像比如说我们读圣经 尽量的啊 我们不要自己脑洞大开 思意解经 就是我想了一个什么念头 我想了一个什么念头 是吧 那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能查找资料 查找资料 然后有些地方你不能理解的 你就说你不能理解 是吧 有些地方你有一种想法 那你就明确的说 这是我的目前的一种想法 我不确定他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对的 是吧 我不确定我的理解 是不是准确的 但是我现在这样理解的 我给大家分享出来 那以我呢 就是读圣经十几年 以及我成为基督徒 这个六年啊 我是从2017年的这个 好像就是五月份吧 就是这个决志信主的 然后呢 2017年的这个7月啊 我是受洗受洗的 那么我这么多年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木道友十几年啊 读圣经 我最强烈的感受啊 一个最最牢靠的 关于世俗的一个印象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 或者说有一个基督徒 或者说有一个教会 或者是有一个宗派 他要跟你说 我我们才是最正宗的 我们才是啊 唯一的 我们是最好的 我们是啊 这个这个 最完备的 最圣洁的 是吧 那好 那这样你一定要远离他 是吧 你一定要远离他 他很有可能是 很有可能是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 但是啊 真的真是有极大的可能 他是什么 他是假贤知 他是假冒为善的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有限的啊 我们都是啊 有罪的啊 我们都是无知的 无力的 无耻的 是吧 我们要有这个自知之明 要有这个自知之明啊 同时呢 我们也要对一切由人所构成的 无论你是一个啊 查经的小组啊 是吧 你是一个团契的一个一个啊 一个这样的一个团体呀 还是你是一个教会呀 还是你是一个宗派呀 什么的 你们都是由人构成的 只要是由人构成的 那就肯定会带着人的血气里边的那些东西 就会有人的纷争 就会有人的骄傲 就会有人的那种各种勾心斗角 人的幽暗啊 人的无耻 人的荒谬等等 那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应该是和我们的罪行做斗争 这就是和我们的罪行做斗争 为什么我们要每天读圣经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日日更新 才能够每天让老我死去 让心我更生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好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PayPal 赞赏我 支持我的事工 爱你们 看看是否こと可以更多的人 我会 Falle的那种看法 我可以帮大家看到很棒的